我们这次来讲这个切半芽 那么切半芽是先切前半芽 那么后半芽 后半芽可以选择性的切除 因为我们在罗文配合的时候呢 这个前半芽比较会妨碍配合 这个后半芽就不会妨碍了 不过呢 这后半芽也有可能会刮手 所以有些情况呢 也会切除后半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切完两刀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罗文 那我们可以看到 罗文的 这个 这里是切除的起点 一直往下切 切到这个罗文的底部的时候 切到罗文底部的时候呢 要稍微停留一下 那然后呢把刀 那么这个地方 那大概用掉这个180度 这个就是 这个后半芽的切除 好吗 这个时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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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时候